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这地又合上了 咔嚓一声 把他身子夹在地里边 脑袋露到外边 燕焦是干着急动不了 听得清楚 看得明白 就在这时 慈航道人 黄龙真人 池精子 广城子 姜子牙 以及伏兵就把他团团围住 广城子紧行两步 到了他面前 用手点指 灭仗啊 灭仗 违背诗句 不听良言 才有今日之祸 是到如今 你环游和话说吗 人呐 不创南墙 不回头 到了现在 燕焦追悔墨迹 眼泪流下来了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千不改 万不改 这都是我自己找的 望老师念弟子无知 让我一票性命吧 我愿意归降西旗 我愿意帮着僵尸书发赵 师父 应该说几句好话 把我放出来吧 这燕焦哭得跟泪人相似 这神仙都慈悲啊 广城子一看 心就软了 自己说来还不算 广城子扭回头 跟慈航道人商量 道兄 您看这 呃 慈航道人把脸望下一沉 道兄啊 你错了 虽然说侧颜之心 人皆有之 分怎么回事啊 燕焦所作所为 可杀而不可留 我以奉预许法别讲的正法 此事绝无改变之理 江上在 马上行刑吧 江子牙点头 问身旁哪个动手 头一个就是鹅渣 鹅渣把燕焦都弃坏了 鹅渣晃动火箭枪过来 江子牙一百分 慢 不能用火箭枪 他犯的这罪太大 当初他起过事 如果不听诗讯 就死在黎楚之下 现在黎楚给他准备好了 像产地似 缠成他脑袋 我这把大厨刀赠名耍亮 有两个大汉给抬过来 鹅渣一伸手把大厨刀接过来 刚要下手 图厅身后有人喊 刀下留人 不要动手 这谁 鹅渣情注出刀回头观看 就见西武器高挑来一伙人马 正中央推着一辆车 车上坐的飞驰旁人 正是武王激发 这鸡发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城里赶到了 就见他满头大汗 下了年 蹄带撩袍 来到出事地点 往左右看了看 留人 刀下留人呐 在场的人 无不惊骇 不知道武王 这是什么主意 江子牙赶紧接驾 王家千岁 您弄糊涂了吧 您给谁求情啊 我们要杀的是我们的仇敌烟焦啊 一点都不错呀 丞相请闪退一旁 容小王见将 就见武王 分带撩袍跪在烟焦面前 一个劲磕头 殿下恕罪 容小王 申诉肺腑 我们老鸡家 誓受郭恩 拥振稀气 我斗胆 也不敢造反 只是天子实证 人心慌慌 人心慌慌 天子不问青红皂白 三番五次派兵攻打西齐 让我有口难以分辨 殿下 你也误听了传言了 言辞领 前来问罪 小王扪心而问 直到今天 我对天子也是忠心耿耿啊 我怎敢作乱 我打算把殿下放了 你回到赵哥 面见天子 把我这番话跟他讲讲 希望天子弄清楚了 今后再不要讨伐西齐 我呢 一定安分守己 绝不敢冒犯天威 大伙一听 哎呀 武王这人真不错呀 闹了半天 大伙这么折腾 没他的事 他还不想造反 对赵王还忠心耿耿 众将皆有不服之色 尤其是讹诈 急得两个拳头 做你登记 心说就冲他这番话 我用他揍他一顿 我们吃饱了称子 我们保你为什么 不就是有道发无道吗 都说你是个明君 听了你这套话呀 你是个大混蛋 要早知这样 我保你做什么 其实像讹诈这种想法的 不是一个人 连江子牙都包括在内 子牙实在停不下去 赶紧过来 主公 您老人家赶紧请起吧 他是个罪人 您跟他有什么话可说 肯定您是动了侧眼之心了 这个臣心里的同情 但是风跟什么人说话 跟他这种人 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请王爷回转宫廷 休息去吧 专相啊 把殿下饶了 我再走也不迟 主公 此事一定万无更改之理 燕交所为 不但违背诗讯 最主要的是 储怒了上天 这是天意 非是你我二人能主宰得了的 来人 请王爷回宫 呈相 请王爷回宫 众人不容分说 把武王架起来 放在面上 一转个 把他推回封京 这武王极发 演了一出丑戏 江子牙知道 留下烟酒 酒后毕生大乱 把刨袖一抖 醒醒 咔嚓 让讹渣这一出道 把脑瓜砍掉 先去喷洒在地上 江子牙吩咐 把烟焦的手机 挂在城 能投尸撞 各位神人 也都吸取了教训 往后收徒的 好好飘飘旋旋 不能摸摸脑袋 就是一个 就因为一时的慈悲 就把他交成了 结果成了仇敌了 这不是教训吗 慈行道人 黄龙真人 赤精子 广成子 向江子牙辞行 林行之时说的清楚 三月初三 我们还要回来 因为你要金台败帅 我们代表 玉须公前来祝贺 咱们过几天见 各带着各的宝 大家散去 江子牙收兵回城 还有个张山李锦 当他们听说燕焦已死 军心大乱 两个人一想 我们是走投不落 保西齐吧 全家人活不了 回京吧 天子不能答应 巴巴巴 两个人 饱饱的吃了一顿 然后把配件拽出来 摸了脖子了 主帅一死 三军更乱了 有多数都投降了西齐 有少一部分 各自散去 至此 三十六路兵发西齐 才告一结束 江子牙回到相府 按功劳给大家祭了功 从这一天开始 是热烈祝贺 剩下的事 就是金台败帅了 要祭齐 兵尽无关 攻打昭哥 但话好说 事难办 那件事情可太复杂了 大伙忙的手脚不鲜 江泽牙传令 为了制造声势 制造三千六百面红旗 是军队使用的旗号 一闪都是红的 武城王黄飞虎 对此事 疑惑不解 这一天来找江子牙 丞相 小将有一事不明 向丞相请教 讲吧 什么事 丞相传令 制造三千六百面红旗 还通知军队 把别的色旗号 一概取消 一律用红旗 这是真的 是真的 我就不明白了 军队为什么使旗 旗就是军队的耳目 因为旗分五色 分为东西南北中 进攻用什么旗 退兵用什么旗 排眼阵法用什么旗 这就有规定的 要旗子变成一色 那就指挥失灵了 军兵变不出东西南北 不值得进退连环 这个仗如何打法 小将不明 特来请教 吴成王 你听我说 因为咱们西旗 在西方 属于更新金 金必须得炼 因此我用红旗 红旗代表南方 丙丙火 是一火炼真金 这是一 另外 红旗 显眼 有声威 敌人见了 心惊胆战 必然不战而自乱 我军乘虚而入 就能打胜仗 这第三 虽然说军兵弟兄 分辨不出 前进后退 这也无妨 每面 旗子的下面 多加一根 飘带 这根 飘带 仍然用颜色来区别 进攻之时 是蓝色 飘带 退兵之时 是白色 飘带 进攻 后退 超撤连环 全用 好带来 标志 大家熟悉一个阶段 也就做到心中有数了 哦 丞相神机妙算 佩服 佩服 咱这么说 三月初三这片 昆仑山玉须公 派来十二家上仙祝贺 整个西齐城 军民习气洋洋 姜子牙沐浴更衣 就在齐山 搭好了 降台 眨眼之间 到了三月十五了 姜子牙沐浴更衣 换了装了 原来是盗装 这回 丙辉 灌甲 罩袍 树袋 巨甲 蓝裙 变成一个武夫 人们再看江子牙 哇 变俩人 老头腰板背之 黄灯灯 奉斥金盔 头上飘洒 十三曲 赞英 为什么十三曲 就是十三个英 兵建兵 十三层 军队分十三机 故此 头上带着十三曲的赞英 海水江牙的龙袍 白宝 穿成的玉带 腰横宝剑 怀抱令子旗 可这老头 辈儿棒 讹渣在旁边 羡慕的不得了 连眼之毛都乐开化了 还是我师叔啊 老当一壮 江子牙多大岁数 七十二岁结婚 之后 隐居潘西八年 八十岁败相 到现在执掌大权 又七年 老头今年八十七岁 今日要金台败帅 这举动能小得了吗 八百镇 诸侯全都派来代表 向江子牙热烈祝贺 武王亲自把斩杀剑 令自齐 交给江子牙 让他执掌 征伐的生杀大权 江子牙 既告天地 上了出师表 奉请武王 御驾亲征 等仪式举行过之后 群先祝贺 完了各自散去 各路诸侯的代表 也纷纷离去了 相互约会好了 八百镇诸侯 要会师在梦境 江子牙 就是天保都招讨 八百镇诸侯的大元帅 在江子牙 请武王御驾亲征 这个问题上 君臣还闹个半红脸 这武王啊 还假斯文呢 百般拒绝 意思是说 我受天子的红恩 在西齐啊 我就心满意足了 让我起兵造反 一小反上 这不是我的心意啊 后来江子牙等人 再三敦请 武王这才出头露面 答应亲征 实质上当权者 往往都会演戏 武王就是七中一日一 他不乐得天下吗 那是笑话 想不打商咒吗 那也是笑话 但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得不演演戏 先演少许 到了极日这一天 江子牙杀了乌牛白马 那是记齐兴师 这军队啊 从风经一直排到齐山 这齐身里地的人就没断 号称兄兵百万 浩浩荡荡是直奔无关 所过的周府县道 焰途上的老百姓 扶老邪幼 全都来看热闹 而且尽茶尽时 款待军兵 江子牙传令 一路至上是七无毫无法 纪律森严 但说这一天 大队正往前走着 就到了金基岭 这地方是至关重要 金基岭 就是昭哥和西齐的分界线 过了金基岭 属于商朝 金基岭这面就属于西齐 大军正往前走着 突然在金基岭一带 泡泡连天 动打 有一只人马拦住去路 蓝旗官把马驳回来 像闪电一般来建江子牙 报 报大元帅 金基岭一带 有敌兵拦路 请大帅定夺 哦 咋呀 一山傍水 安迎下寨 中他 中军炮号一响 安了赢了 江子牙跟武王说 戴王 此次进兵 绝非寻常 路上打仗的事 这不奇怪 那燕州王岂能善罢甘休 一定设置层层障碍 不过请戴王放心 臣 只有破敌之策 武王点了点头 相复 一切全交给您了 我相信相复 运筹帷幄 自然能打胜仗 请戴王到后营休息吧 武王留的江子牙 这才分兵派将 首先 从上百名大将之中 选出四个先锋官的 都是谁啊 鹅渣 土兴孙 黄天化 雷震子 但是四个先锋不能同时开兵建长 得分前后左右 这四个人争承不下 都愿意当前不正印先锋官 紫牙一笑 这样吧 让你们四个人抓鸡 分前后左右 谁抓着就是谁的 这四元小将才不说旁的 等这一抓鸡啊 前不正印先锋官 是黄天化 左部先锋官是雷震子 右部先锋官是土兴孙 后部先锋官是鹅渣 可把鹅渣给气了 我张老半天跑后边待着来 这要开兵建长得按次序来 可是没有办法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 黄天化非常高兴 心说盖着我露脸啊 这次兵进吴冠 我得好好出书气 最好我亲手抓住这无道的昏君 此日平民 黄天化前来请令 大帅 小将不才 愿领一支人马 攻打金鸡岭 好 天化 你听我说 这次进兵非同寻常啊 虽然说三十六路兵发西齐 咱们都打了胜仗 但是 殷咒王手下 尚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 开兵建长之时 千万要谨慎对待 不可 吊仪清新 大帅放心 小将 明白 江子牙给他一支令箭 他率着本部人马 三万大军浩浩浩荡荡 在金鸡岭下列队 再看黄天化 冒茶公 花狮子皮红 胸前挂着 黄灯灯 先锋 大雁 画下 伯龙马 掌中一对亮眼 双吹 人赛 蒙虎 马赛 欢龙时 一马 汤翻 在战场上转了几圈 把坐骑带住 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 对面 赶紧给你家主将送信 叫他快些挣钱受死 本先锋等的不耐烦了 快 有人撒脚入飞 去送信去 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时间 就听见三声炮响 从金鸡岭一带 出现一只人马 齐分五色 望左右一分 正中央跑出一匹战马 来到黄天化对面 小将黄天化抬头观看 呦 原来是你 鸡